一般人都看有的东西 以及所以高深到 人家都看不懂的东西 这个中间有多少的连结可以连结上 那么这一两年 我们可以说这一两年 就出现这样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何春瑋教授来我们节目现场 也就是说过去何老师开了一个网站 何老师是非常有名的性学研究室的负责人 在中央大学组织这样的一个学术研究 但是后来因为现在大家都有网站上的教学 在网站上所贴的照片引起外界的争议 也就是认为这个会不会让人家觉得 未读了整个 或者是让人家觉得看了会 引发不当的这种 变成情色情欲的这种状况 当然何老师在一审目前判无罪 我看到报道当中 你们非常的高兴非常兴奋 那你们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在这段时间我相信您有相当大的思考 那么您也非常的坚持自己是正确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般人 为什么会有出现 有些人认为这样是不妥 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 让我很感慨的是说 大部分人其实都不清楚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只看了报纸头条 一个很耸动的讲法以后 就开始情绪抓狂 因为比方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说 我们网站上有贴出一些照片 我们网站上没有贴照片 网站提供了连结 可以连到别的网站上面去 然后有一个贴图去里面 有少数的照片 那这一方面的话 在法律上能讲是 所以这个照片不是你提供的 不是 对不起 我还没那个本事 找得到人能够拍这样的照片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连结 提供一个连结 算不算叫做散播的色情 或者猥亵或露骨的图片 那再下来就是说 到底这个图片算不算是色情 如果大家照平常这个情绪发作的时候 抓狂的时候的看法 就觉得只要是露骨的 只要跟性相关的图片 大概就是色情 可是这里忽略到了很多事情 比方说泌尿科啦 或者解剖啦 或者跟性相关的一些身体功能的 这些医学教学里面 都有露骨的照片 那更不要谈性学的研究 性治疗 性文化研究 这些东西里面 都会包含一些露骨的图片 如果只要是露骨 就被视为是色情 视为是猥亵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想法会有问题 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 也会使得大家会把六鸟侠 长庚的这位同学的行为 当成色情或者猥亵 因为事实上的话 在不同的脉络当中 一个露骨的图片 应该怎么被阅读 是有差异的 不 现在年轻人 尤其我们在教学上面 常常会用到 就出现用透过网路 那么您的网站 找到您的网站容易吗 非常不容易 这一次在这个 是平常谁上您的网站 是谁在上您的网站 多半是学术研究者 那我这次在那个 审判的过程当中 也常常在法庭里面 看到法官会请证人去示范 说怎么样上我们的网站 比较有趣的是说 这个证人上这个网站 但是别人指点说 你要怎么样走 怎么样怎么样走 讲完了以后 证人上去 还是找不到 找不到以后 他又再打电话回去 问说记者啊 到底怎么样上啊 这一点一点一点点 才上得了去 因为一个学术的网站的话 它有他自己 一个理论的架构 这个概念层层相叠 这在法官的判决书里也讲 它层层相叠 环环相扣的一个思想 就算今日 而且今日我的网站已经恢复 今日有些人上这个网站 还是会找不到说 到底动物链在哪里 因为这个网站 不是设立起来说 我摆出来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第一页上面 让你们大家都看 相反的 它是有它一个理论的架构 你要看哪一类 哪一类 哪一类 要一点一点低的 用你的脑筋去想 才能点得进去 您这样听起来很 循序渐进 讲也很努力 那么可是 为什么有一方 包括检察官这边 就是那么强烈 一定要 你有没有去想过说 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什么 有没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我有想过这方面 那我是觉得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 有的时候一个学术研究 到一个比较专业 比较精深的地步 会有一些东西 好像跟现实的人生 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的联系 可是我觉得刚好相反 事实上在过去台湾 过去三五年间 我们看到跟动物链相关 跟人兽交相关的新闻 就有很多样 我们把这些新闻 都收集下来了 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已显示出来 事实上动物链 作为一个文化现象 作为一个人民的 某种实践的话 它是存在 而且在过去的话 各种不同文化历史 文物里面 包括我们渊源 有流长的中国的历史里面 也有很多很多的文物 是跟人兽链相关的 这个在书籍上面都会有 问题是说 学术里面处理这样的题目 跟新闻里面处理这样的题目 是不一样的 文化会从理论 从哲学 从它跟其他的性的行为 跟心理 跟文化连在一起 做一个不带成见的研究 而不是像一般 我们只要听到一个新闻 就开始抓狂说 怎么得了啊 什么之类的 对 这里面就出现 有专业跟普及化的 这个差异点 那怎么样来看呢 其实我们也请教 我们管碧林博士 我们管博士 也对文化艺术 经营多年 不一定很知道 其实很多的艺术 其实没有市场取向的 就是说它可能是很冷僻的 但是也有所谓的普及的文化 就这种事上所引发的争议 你能够体会到 到底熟事熟对 或者说其实不能用绝对划分法来看待 我可以先做一个见证 我今天大概是八点钟的时候 交代我的助理 替我来找这个网站 就是何教授的这个网站 然后希望他上这个网站看一下 尤其是如果能够连结 这个动物链的网站 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图片 能够传真过来给我 结果一直到八点四十分 我的助理都告诉我 他还没有办法找到 这个连结的网站 但是他找到了何教授的这个学术网站 那我的助理告诉我 所以整体看来 第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小众 才有可能接触到的网站 因为他不是那么容易找 第二个它确实是一个学术网站 就是整体看起来 它是一个学术网站 是没有错的 第三呢 可能是因为学校非常的小心 在这个官司的过程当中 已经把那个连结的网站 已经连结的网页已经拿掉了 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找到 然后或者说刚刚何教授说 在今天已经给他恢复了 但是我的助理到刚刚 我关机以前都还没有告诉我 说他找到 所以他是一个小众 那很清楚的就是说 他也是一个学术的网站 所以我第一个做的见证是说 大概在主官上有一个泛议说 我要去公然传播 如何的猥胁的资料 这个部分是没有的 反而是因为这个官司 引起来以后 可能才会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然后他从一个很小众 很专业的网站 可能会变成很多人 通常学校的网站祭祀的话 我想这个何老师 您的网站之后祭祀 应该也数十万别 管老师讲得很对 我们的网站 其实原来就很少人去 那如果说他的数字 突然加倍的话 都是因为媒体上一报道了以后 不相干人等都好奇 上去看看 还写email给我们讲说 到底这个网站在哪里 图片在哪里 其实刚刚管老师讲的 有一个地方是不正确的 其实当时去年4月10号 这个怂动的新闻出现了以后 我一看到新闻很怂动 我就知道 有很多不相干人会上去 所以我们自动把那个网站 整个网站的连结给撤下来 因为本来就是 学术研究的网站 我们不希望人们 用不一样的那种眼光 去看待它 现在会不会出现 一个尺度上的问题 就是说既然艺术的东西 或者是专业东西 有些时候看在眼 视觉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 同样你认为是 这个标准圈的 你看起来 你是用专业眼光来看 比方说见到情色的东西 或者他们觉得是情色 那之所以是情色 就是他看了心会动 那就叫情色 那么看了用专业眼光来研究 不觉得心动 但是有些人看了会脸红心跳 那么所以他会用这个来判断说 如果这个一般人看到了 或是研究的学生 是不是就 他真的也是用很超然 或者他能够静下心来看 毕竟人有清醒忧郁 他看了以后 如果引起效果 那是不是就已经走向了一些 比较会不会让人认为是猥亵 是这样的图片 动物链其实是一个 更为小众的性实践 所以事实上 看过这个图片的人 都会觉得说 很奇怪或者很恶心 或者不能接受 事实上还没有那个 所谓心动情动的 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图片对不同人来讲 当然会有不同的感觉 像我动过脑瘤的手术 在我在看那个 我的脑瘤的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蛮恶心的 可是对医生来讲的话 这是大好的研究材料 他也从这个材料当中 看到这个流的怎么样发展之类的 所以事实上 确实会有那个差距 只是说 如果因为一般普通人 看到了以后 会有某一些反应 然后就说 学术不能够做这方面的研究 或者这个学术 应该被告到法院去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因为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学术自己本身 没有它自己的发展的空间 还是说我们所有人 都要停留着 跟着某一种大众的道德水准 来发展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学术呢 文官老师您看法 我想大学有它的光环 大学特别被社会赋予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就是 它是推动社会往前进步的一个原动力 大概如果说整个社会是什么力量 在推动它的进步呢 有很长远的人类文明 他们会认为说大学是社会进步 社会的良知 那意思就是说它会能够言人之所未见 或者是言人之所不敢言 我们赋予它大学是社会良知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那个就意味着说大学 它会走在时代稍微前面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我还是说就这个部分 我会非常尊重何教授 第一个它确实是一个学术的网站 然后在做学术的研究 它有那个必要也有那个权力 它去探讨非常小众 非常小众甚至于是跟工序 所谓工序良俗好了 也就是跟多数人习以为常的 道德观比较不一样的那些领域的事件 它有必要去探讨 它有必要去探讨 所以这一点我倒觉得 大学的角色是可以确定的 那所以我倒觉得这一次 法院的判决它蛮小心的 它提出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对于片段的资料 断章区域就比较不公平 这个特殊的一个媒介 或者是特殊的资讯 你要第一个放在一个整体性 第二个要从它的内容来看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威胁 它是不是有可能违反 这个儿童及青少年性犯罪防治法 里面说会引起引诱儿童或者是青少年 因此而去做性犯罪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从整体来看 法院认为说它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网站 那这一点我觉得它是够审慎 给予学术自由一个很重要的肯定 不过我倒是今天很好奇 其实一直很想要找儿童团体的负责人 来了解看看说 为什么他们会参与这一次的诉讼 就是儿童团体到底 他们在关注的是什么东西 是一个犯道德主义而已吗 但是很可惜就是说 一直电话来不及联络商 那基本上只有很简单的资料 就是说他们就是引用说 这个是威胁的资料 那就是依刑法依儿童法 这样的一个立场来 那我是在猜测 我在猜测 这个可能也要请教何教授 就是说他们是在担心什么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在担心说 网络毕竟跟其他的场域不一样 比如大学校园是有界限的 它很安全 一般人不会轻易的就去接近 或者说学术著作 它基本上也是比较有一个界限 比较安全的一个领域 可是网站是大大小小的小孩子 而且是一天24小时 随时都有可能去接近的 所以会不会他们担心的是一种环境 那个环境 好像说讯息太多 而这么多的这些讯息 让家长们或者是让这些 经常处理青少年犯罪的个案的这些儿服团体 他们感觉到那个威胁 那个威胁性是很大的 这一点倒是不晓得 他们有没有要跟何教授来做对话 这一点可能就是何教授 在这里可以跟我们适宜 到底他们的这个conference是什么 我想他们也不会去侵犯学术自由 就是事实上我们知道 由于这个现在科技的进步日新 由于网络的这种多方连续 网络出来以后 然后变成一个internet 大家都可以在无限的连结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法令是规范 比不上科技的进步了 那么如果上网 其实很多外人父母 你可能注意到 这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 非常热闹 非常可能在这个标准之上 没有办法接受的尺度的东西 跟其实因为何老师 你是学术这个人可以找得到 这可以看得到 网络上有很多 你很难找到 很难找到是谁放上这个网站的 这种七星怪状的东西都太多了 那么事实上最近也因为 这个网络上的相关的 引发了一个问题 其实跟所谓的专业 人寿教的所谓说 用专业研究 完全不一样 是年轻人在校园里面 所谓遛鸟是他们的专业术语 事实上就是在校园里 暗门门的时候裸露身体 在慢跑 可是因为学生都知道了 众目睽睽之下大家去加油打气 看热闹太多了 但是更糟糕的是后面他也上了网站 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因为网站而起 到底是这个学生不对 还是这个网站 网路上不对 贴上去不对呢 那么实际上网站上 我们现在看很多人都送来的网路影集 网路的影片 自己剪接 自己拍摄的 甚至有这种性陆影带 自己贴上去 公然都有 那么这样的案例呢 显现的是什么 到底是 大人 不肯定的生活 这些是 肯定是贵婚 但是小孩子是太过率真天真呢 或者太过随便 那么我们用脱轨的行为来看待呢 还是要用什么观点来看待 这个人在科技时代 所产生的变化 我们稍微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同时呢 观众朋友 我们在这里为您再次的报道 最新的消息 那是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最新消息 不用等到十点 九点钟 那么事实上大考中心呢 在清取了中央气象局的 这个简报之后呢 让我们看一下 那么认为台风对台湾的影响 不一定那么大 明天的所有课程 明天 请清楚 明天所有课程照常举行 但是七月二号 是不是照常举行 就不一定了 所以呢 考生也好 家长如果您看过这个新闻的话呢 赶快告诉小朋友 专心准备一号要考的题目 一号要考的科目 二号要考科目还不一定 搞不好三号才考 有可能会顺言 就一号当天是 明天才要考的 照常举行 那么风大雨大 无论您要去 如果再来二号 再来决定 到底明天才来决定 二号要不要考试 您特别注意一下 现在目前的 这个消息应该是确定的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下 我们来看看 这个长庚大学 六鸟事件 所引发的消息 我们稍后回来 家地球村听说读写样样型 现在报名 免费送您全名音简 及日语简定课程 让您职场顺心 考场顺利 行动就趁现在 您是否正要买卖房屋 中性房屋 始终坚持房屋买卖安全 对于安全的标准 更是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 提供您最安全的交易环境 中性房屋 全程满意 安全满分 台中世贸家具 明床大展 7月1号到5号 夏季特卖只有五天 7月3日至8月15日 写成泰银行信用卡购票 享久则优惠哦 详情请叫成泰银行 台中世贸家具明床大展 7月1号到5号 夏季特卖只有五天 电视新革命 在车上看电视的时代来临了 现在只要利用 数位行动接收盒 随时随地 你都可以看到 台视 中视 华视 明视 公视 等十多个免费频道 数百个优质节目 就连奥运实况转播 也让你想看就看 好戏绝不错过 2004年7月1日 台湾无线电视正式数位化 让我们共同迎接 数位新时代 电视新革命 新岛提供百万金金大放送 集三个平盖 就有机会得到十万元奖金 五月天签名CD等各项大奖 五里不够聊 我的家庭 我家有爸爸妈妈 还有我 吴伯伯 吴妈妈 早餐店的阿姨 还有油菜叔叔 警察伯伯 鳗鱼的张哥哥 会说可笑话的第一 新一房屋的帅哥叔叔 生活周遭的都是一家人 提出你凝聚社区的想法 新一房屋帮你达成 详情请上网 或到新一房屋查询 全球十五国 二十七项大奖肯定 好 各位观众朋友 那么为各位播报 您在哄开天一号 因为因应这个闽都立台风 内容航空7月1号 有一班要从高雄起飞 飞往越南河内的班级 原本明天上午十点 如果要搭机的 要提早到八点起飞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里 提醒观众朋友 注意你若十点才去搭飞机 这个飞机跑掉了 那么从高雄要起飞到 越南河内的这班班级 从十点钟提早到 明天早上八点钟 再晚一点 红台会到达 另外从越南河内 以及韩国汉城 飞回高雄的立容航空 也都会提早会飞回台湾 所以如果有意搭乘 尤其国际线 国内班级明天的控制状况 恐怕您尽量 可能会随时有变化 所以可能不搭准 但国际航线请您记得 要跟航空公司联络才好 那么我们也得到了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明天的大考 那么家里有小孩子要参加考试 或者您是考生的本人 明天要大考是如期举行 风雨无阻挠 那么现在您确定 您就不必掉个心 要不要扣 那么事实上明天大考照常举行 不过您特别注意一下 南部地区 尤其是屏东 以及台东地区 这个台风 可能有往东部偏的方向的可能性而已 那么目前南部的风雨 间歇性的风雨不断 有时候有时大 有时小 所以明天的考试 不论如何 您如果必须要出外的话 请妥善带好雨具 那么要非常小心 这个风雨带好的 尽量减少在路面行走 那么考试无论如何照常举行 至于后天的考试 是不是照常举行 还要看台风来的状况 所以明天才公布 所以无论如何 这是考试的状况 那么其他的县市 即使有停止上班的县市 这个地方大考照常举行 请特别注意 考试一年才一次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吐嘶了 好 那么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何春水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何老师因为有关于性学研究的 学术性研究的网站问题 也因此全国轰动 对于在所谓的大学专业教育 以及这个所谓的性学研究之间 那么还有就是所谓的人寿教育 有人认为是猥亵了 或者人为不好看了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高雄市文化局长 管斌林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 从这里看到我们发现 如果说起来贴上网站 就很多人认为 到底它是普及 或者专业的问题 那么到网站上 确实是现在热门的网址 真的是无远佛界确实 那么你这两天一个热门话题就是 像长庚大学六鸟事件 那么因为这个事件 其实事实上 你说其实它的引发点 是在于上了网站 照片贴上了网站 那么网站上看到的 结果引起其他媒体 跟其他平面媒体 甚至于这两三天 是用头版头条的方式 在刊登 枯竟这事有多大条 好 这个男士学生 可能大家脸 还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 但是现在已经很轰动 就是被这个学校 记了 因此记了两大过 两小过 这个两大过两小过 差一点点就准备可以出去了 那么起因在于 这个长庚大学一名学生 因为跟朋友打赌 NBA球赛赛赌输了 我不知道这个比赛时间 是不是期末考时间 赛不讨 要再看NBA 那白目都知道 真的很重心 好 打赌赌输了 他就说为了实践自己赌输 就要裸奔的诺言 就深夜在学校操堂裸奔 但是这个消息早就传出去 虽然是深夜 不知道深夜做什么 是怕学生都来看了 那个深夜跟白天有什么差别 那么只是学校不知道而已 所以学生都到了 这个白天跟晚上 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结果很多人 晚上还打了灯笼去 拿了手电头去找 去看 那么而且拍到的照片 在网路上广为流传 那么因此引起了 校方的高度重视 现在学生被处以 两个大过 两个小过留校勘察 而且要写一万字的回过书 那么学生即使是后悔 这个记过也都记了 那么在对社会上 引动的影响是更大 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是罚得过重还是小孩子 因为这杀衣紧摆了 大家看 比较深思熟虑没有 我想我们这里听听 两个意见好不好 我们管您 剧长 长庚大学校风如何 我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我在高雄 曾经有过一个经验 就是在去年 也是毕业的时节 我们高雄有一个大学 艺术系的学生 他就对外发布消息 说他的毕业的作品 他们要做裸眼 分成两队 男女都一起参加 要在我们博尔艺术特区 博尔艺术特区在高雄 它是一个过去被 被作为一个实验的 艺术展演 一个实验的空间 那他们要在那里打篮球 下棋 那企图去让人的一种 非常解放的一个自由 来呈现出来 而且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可以去碰触到说 人跟人之间的信任 是可以到说 我们完全裸体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裸成相见 另外就是说 当眼前是你裸体的 同伴的时候 你还能够专注的下棋 等等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理念跟论述 然后要做这样的演出 那这件事情就相当的轰动 最后其实也还成为一个新闻 那相当多的这个媒体 就来问我 这文化主管机关的首长 说文化局长你怎么看啊 就问你们核准了没有 我们核准了 但是学校最后还是寄出校规 告诉他们说 如果参加 如果你们真的演出 那学校将会寄过处分 甚至也要退学 那另外呢 我们的警察机关 也跟我们文化局的看法不一样 警察机关就寄出说 为了防止有妨害 妨害封化之前 所以警察要全程监督 因此警察要进驻那个场域 这监督又是搜证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妨害封化 最新他们是挑战的是传统体制 它这个所谓的专业跟普及 它比较站在 对比较站在一个传统 传统的观念跟传统的道德观 那现在就是说 当时为什么我会认为说 我们应该准与它 因为我认为 这个特定的这件事件 这个演出 他们相当的有一个事前的准备 它有属于 它想要提出来的艺术的论述 跟想要讨论的理念 而且它循序渐进的 我对社会先说明 我的展演 我企图要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然后我有告知 我再来进行 那因此我认为说 它确实是一个实验性的艺术表演 它如果是实验性的艺术表演 我们这样界定的时候 我们就不去引用刑法235条 所以法律它其实是可以不必改的 重要的是在我对每一个特殊的个案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了解它那个脉络 就像是何教授刚刚的那个事件 法院的判决也是用那个系络的概念 就你从整体来看 我要看它的整体性 我要看从整体性才去配合你 它的内容去定义 所以我想那个部分是整个社会 它需要学习 那我觉得六鸟侠的这个事件 应该也是相同的 社会应该要从它的整体的系络来看 它到底有没有公然威胁的犯意 如果它没有 学校的处分确实是太严重了 那何老师呢 有的时候听到学校这样处分的时候 我就不禁怀念起另外一位大学校长 当年曾经在清华大学发生读台会事件 有学生在发这个台独相关的言论 或者阅读或者书籍一些论述 那当时的话 军警曾经要进校园去逮捕学生 清华大学的校长一肩扛下来说 对不起 这是我们的学术原地 你不能进来 像这样子的风范的校长 好像这年头是越来越少见 往往都是媒体一种动报道以后 校长就怕 然后校长害怕的时候 就往下面压下来 以至于就会非常严重的惩罚当事人 这个校长为什么这么害怕 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应该不太一样 这个可能是董事会的问题吧 所以从这一点我倒是觉得 刚刚婉玲姐问的那个问题 我很有兴趣去讨论 为什么现在的校长都这么害怕 刚好何教授他举的例子 是当时我们做的事 读台会事件后来 我们当时在台湾教授协会 然后就极力的去抢救 当时在街头我们都还拿麦克风 在那里游行在抢救 整个清华大学 他也都绑上黄丝带 那就是说在威权的时期 人们要去对抗那种威权的压力 反而很有勇气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说 他站在正义的一方 可是现在我们面对这几个案例 那个真正的正义在哪里 好像多数反而认为他是不正义 所以现在你在违抗多数的时候 你很难有那个勇气说 我是站在一个正义观 因为多数人都人云亦云的时候 那种压力非常大 何教授 那以您的观点 学生该不该法 就是说两个大国两小国太重了 那么有没有行为不当之处 在您的评估当中 这里面的话 其实牵涉到很多不同的学生 比方说这个跑步的学生 您刚刚提到说 他为什么选择深夜 觉得选择深夜本来就是比较隐蔽一点 而且选择了没有照明设备的操场 他没有在大陆上面跑 所以他已经有一些考量 希望这件事情是不要太过分的曝露 该不该履行的承诺 我觉得这个要见仁见智 看个人他要怎么样去评估 他自己的勇气或他的人格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这几天常常有人把这个案件 跟我的案件连在一起 然后说你看你们都是网路人的货 那我想要指出来是说 很有趣的是 在我的案件里面的话 我提供一个网路的连接到一个图片 然后就因此而被起诉 那在六鸟侠这个事件当中 大家都没有去看 把照片PO上网的同学 或者朋友 或者那些一连串 不断地送到别的地方 转贴的那些人 大家目光都集中在六鸟侠的身上 所以这里有一个双重标准 就对于到底连接要怎么样处理 大家不太注意 那讲到这个惩罚 我记得去年海洋大学 也曾经有个案子 就是有同学在 墾津公园的国家 公园的水域里面 逮捕保育的生物 然后还据说还有一些 还煮了吃 然后还有照片 然后也是因为照片 在网路上面然后被抓到 海洋大学的处理方式是 罚这些学生禁网一个月 禁贪对不起 就是去扫海滩 你做的事情 伤害到了海洋的生态 那么你就做一点事情 去补偿那个海洋的生态 但是这一次相较于 强庚大学的惩罚 我就看不出来 有什么教育的含义 听起来只有凶狠 只有非常严重的大人 因为在外面受了羞辱 人家嘲笑他这个学校怎么样 然后就把这个弃权物 倒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 这样一个严厉的惩罚 让这个孩子 以后还要怎么做人 他要怎么样受教 他已经被摆在那个位置上 听说还要十个礼拜的心理辅导 我一点都不觉得 他需要心理辅导 我觉得他现在被 这个惩罚了以后 受的伤害 可能是需要辅导 而我也觉得 上海大学的大人 也需要一点辅导 就是怎么会把这个事情 看得这么严重 我们这两天的报纸上看到 苏贞昌也好 张飞也好 都六个鸟 这年少轻狂的时候 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今天大家用这么强的 一个反扑的方式 来对待这个孩子的时候 那个制造出来的氛围 是很可怕的 好 没有关系 那么如果安慰这个六娘的小孩 有可能会当总统扶秘书长 不过这个毕业证书上 只要能够不再出乱子 毕业证书上不会写 两大锅两小锅的 那么我想我们这个议题 可能在这里暂时打住了 那么也很高兴这个法律 能够给和老师那么一个公平的交代 那么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事实上是今天发生的新闻 也就是受到大家关注立委 那么原本的民进党籍立委 郑余正和艺人王小禅之间的恋情 那么瓦解收场 而且在美国算有婚姻 那么虽然结束婚姻 但是有种种的事情导致 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 那么可是这官司今天公告 是郑余正败诉 为什么呢 郑委员那么为什么会败诉呢 我们稍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访问当事人 我们稍后回来